11月4日消息 消息源Archemy Jamasic E23爆料 苹果M3芯片已经现身 GFX变成跑分库 在Izit Ruins Normal Tier Offscreen测试中为324fps 比前代M2芯片295fps高9% 此外对比高通最新推出的骁龙XLi处理器 苹果M3比23万TDP版本294fps高出约10% 比80万TDP版本356fps9% 根据目前的数据 国外科技媒体NotebookCheck合理认为 M3 Pro的GPU性能应该会超过80万版本XLi处理器 再次附上苹果官方对M3芯片的介绍如下 M3芯片搭载250个晶体管 比M2多51个 这款芯片还配备采用新一代架构的 十核图形处理器 带来比M1快达65%的图形处理性能 令游戏中的光照 阴影和反射效果栩栩如生 M3芯片搭载8核中央处理器 包含4个性能核心和4个能效核心 与M1相比 可实现最高达35%的中央处理器性能提升 它还支持最高可达24GB的统一内存 M3芯片搭载8核心 M3芯片搭载8核心